吳秀梅才是關鍵 在海關 實藥署沒有派人在那邊念過 沒有財務的要求 就直接說到惡為準 世間老街都標案 國家危機就是發國難財的時候 任何一種危機都一樣 大興代理的復勒快篩 大興本身是不是也有一點問題 有人說是不是高登2.0版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市議員 高雄市議員李雅敬 他來爆料的 他說大興代理的復勒快篩 5月10號他才獲得實藥署的 核准入台 只隔一個星期 他就獲得高雄市議 限制性招標的9500萬採購 就是台灣明明有那麼多的生計公司 可是每次拿到 衛福部商業員標案的 不是小吃店就是文具店 這我覺得也算是 台灣另類的經濟奇蹟 我也好想去開小吃店喔 後來因為急著小英那個時間性 都是限制性招標啦 全部都限制性招標啦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 有關係可以進來嘛 因為他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標案啦 因為他用限制性招標 而且也用傳染病防治法 所以可以凌駕政府採購法 哇反正 不能政府採購法 我跟你講超過多少錢的 就一定有一定的程序要走啦 他可以完全 不顧政府採購法才能這樣搞嘛 比如說你沒有那個條件 這個廠商的條件的要求 沒有財務的要求 就直接說到貨為準 四肯老金都標案拜託的啦 那你為什麼會放縱 讓高登小吃店 讓大興這個資訊 資訊行也可以介入 那大興又因為那個執行長嘛 他的介入然後又介紹了假貨進來 所以才產生了這個事件嘛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沒有人把關 所以再重複一次 王浩宇你不能漏掉吳秀梅 吳秀梅才是關鍵 為什麼進口的時候在海關 那個食藥署沒有派人在那邊驗過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在趁時間 發這個疫情財 一個限制性標案 你不用審查程序 EUA 你也說我防君子不防小人 就其實一條綠色的通道 就直接這樣子進來 不你以後從政久了就知道 國家危機就是發國難財的時候 任何一種危機都一樣